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难以追踪的 尤其最难突破的是 这位外号代解的首脑人物 据说他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他从不相信任何人 所有的交易都是由他个人 直接和小姐跟客户单线联络 因此想要瓦解这个跨国的卖英集团 他的难度非常高 直到有一天 专案小组他们收到了这一封 检举信函 有了 真厉害啊 今天 电影中女主角在赌场工作 赌钱赌输欠了一屁股债 他认识的富豪邀约女主角到国外散心 搭上私人飞机到美国玩乐 欢乐过后一夜激情隔天 女主角被催债 富豪开价要求赔完赔税 电影中不好开条件 有吃有玩轻松转 现实生活中 印招集团负责当中间人 网罗美女们出国享受豪华旅游行程 其实暗藏春色 他教你怎么去转机 一样是去杜拜 一样哦 礼物是得少被复取哦 他就说可能就是 做special一些你知道 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反正我还是拒绝他 我有收过他邀我去什么日本 杜拜 对杜拜然后说六十万 然后我想说六十万也太少了吧 不少艺人接过印招集团私讯 而网红模特儿也是下手目标 拥有二十几万粉丝的 蜡魔Tiffany Chan 就听说朋友圈 不少人曾被邀约 我只有想到说 一天十万这样子 然后他们还就是一直说 还有包小费啊 就是什么之类的啊 印招界暗黑内幕扶上台面 在演艺圈找同事秘密 能做到跨国规模 甚至锁定富商的 就是传说中的代解集团 才能办到 这些赌场应该有一些做生意的 赌完之后就会去做消遣 吃饭之类的 那饭店也都有全套化什么 娱乐设施都会赢 那你出国其实你都会觉得说 这一趟去是要去散散心 然后你想要好好的放松 好好的玩一下 然后有些的话你还要去赌钱 赌钱的话你知道吗 小姐的面向也会影响赌客的 对 所以他们会特别挑过 为什么价钱可以拉得高 其实你一把可能就是 一百万两百万台币的 你把白加了一把 装一把鞋子 这都要买讲 这价钱差不了多少 专案小组查出代谢集团两大模式 在台湾找好小姐后 他会亲自带人 从台湾飞去国外赌场交易 他也是那个 那边的赌场的股东 我印象中是股东 也有涉猎很多贸易之类 投资很多贸易 金融圈的大亨就是 这名赌场大亨跟戴姐合作多次 只要她看上眼出手阔绰 开价五十万台币 包下小姐 如果玩得开心 还会加码小礼物 那个爱马舍那是我送你的礼物 明天我会存钱入你的户口 一次包了十五天 那大概就是陪他在赌场里面 吃喝完的 都是五百一千两千美金这样给 一千美金大概就是三万 三万了 对 所以 光是红包就给这么大房 对 嗨 先生 嗨 另一种模式 是跟当地的应召集团勾结配合 招揽外国客户 本案里面的所涉及的这些男客 几乎都没有人到来 因为都在进化 那身份的部分 几乎全部都不是台籍的 都是外籍的 但是都是华裔 那我中央那边有什么 还有一个应该是叫龙哥之类的 也是他的大客户 专案小组查出 戴姐集团短短五年期间 美国 法国 英国 澳洲 日本 新加坡 港澳 马尼拉 北京 厦门 全球只要有赌场的地方 几乎都成办案据电 实在很嚣张 被美国执法单位盯上 当时AIT的两名官员 就是来到了台北市的大安分局 而他们手上带着一份神秘的识人名单 希望透过这一份关键重要的线索 能够破过跨国应召集团 美方未根除跨国犯罪 特地请台湾警方深入追查 但要办这案子没那么容易 大多境外犯案又横跨好几国 犯罪事证金流调查难上加难 蔡佩文是调查局国际事务处调查官 过去跟国外执法机关有合作默契 这次也特地找他一起侦办 这些人其实是一个组织性 他一下到新加坡一下到香港 澳门甚至上海 那甚至是美国 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各国在亲自分享 就会去过滤筛检出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 能打下跨国应召江山遍布全世界 黛姐这个老江湖到底什么背景 他会出道是因为他跟了一个师父 那个是号称祖师爷级的 退下之后把他的资源都给了戴杰 就戴军姻 自身影剧记者年长玉分析 戴杰集团为广增旗下小姐 人脉得广 不限得深才能远远不绝 大概18岁到24岁 是所谓卖淫集团 他们认为最漂亮的黄金的一个年纪 你过了26到30 你可能就是变成第二波了 那你超过30岁就第三波了 所谓的第三线或第四线这个女生 30岁 40岁了 那但是她们可能认识很多人 她们以前在 也是在这个圈子有她们的人脉在 周边围绕的也是很多的 年轻的女生也围过来 她们希望她可以把她们介绍工作 这个三线 四线这样的一个 她也曾经是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她又可以跟这个 这个上面的能够接上线的 她们就这样一直这样接进来 所以这样整条线就这样拉起来 车模 网模 绣模 只要条件够好都是目标 而为了渗透演艺圈 曾经有集团找上年长玉牵线 大陆的这个企业界人士到台湾来出差 三天或五天 他们需要小摩啦 或者说有一点知名度的明星 陪他们三天或五天这样子 但是我是说我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管道 但是这中间有不少次数 有人来这样问过我 然而找记者是一步险棋 布法集团当然知道 怕风声走漏 小心翼翼 代言活动 有些广告活动 他需要一些艺人 我也去帮他介绍艺人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也是在开始想要接触 认识 对 是这个样子 那经过其实是大概三四年之后 他才讲说他有这个客人的需求 可见得他们这个观察期还是蛮长的 不只没接着要观察测试 应召集团一贯手法 透过经济管道找女模 或者栽培小姐等有名气候 更能把价码拉高 他可能在他从小的时候 小时候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就有丢资源下去 让他去吃一些饭局 而且都是找那种好咖 不会在你还在幼小的状态的时候 就受到摧残 好 那如果你跟着我 我帮你介绍这些好客人 也不会喝醉 然后也是吃好 穿好 喝好 等到你有需要去做一些showgirl 接一些案子的时候 我再透过金金那一款 我来支援你 那你不用太紧张啊 你就当来这里唱唱歌 喝喝酒 任期下新朋友咯 要是不能喝呢 就多唱两首歌 那他常常带这些小模参加活动 他就可以认识其他的小模啊 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媒介进去 各种的活动 各种的通告 那我去的时候我可能就 现场我就认识了很多其他的 小模 明星 通告艺人 我就跟他们交换电话 那即使没有办法交换 我也可能也可以先跟他们经纪人 先认识 像戴姐他们就是有这块歌语 他可以从小饭局 他们资源够 然后接下来你想走演艺圈 嘎一脚这也不成问题 才有办法资源说 你到最后的时候 你有那么多的地池 你的base够大 然后可以应付你的客人 这是他们成功的地方 戴姐长期耕耘 上中下游全都包 小姐资源多 精挑细选高档次 高标水准的都是 165 167以上 然后都是32DC这样子的身材 然后皮肤白细 然后这个年龄都是在 可能20到24岁之间的 甚至于你还学历上有些要求 戴姐云找的这些 对象这些小姐 基本上都是大咖的 我们讲的大咖就是 绝对有她的身价 就是大概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名模 可能就是二线女星 通高艺人 当小姐稳固了 客户端也跟着锁定 顶级高端大老板或是富二代 特别就是装比较任性 比如说你翻杂志看到了 或是刷这个脸书IG看到了 我就会说那我就要这个 那你就要去 对 你就要去想办法 他们不会喜欢的那种 就是你过去的那种说 几个照片过来 然后我们挑挑挑 你给他挑的他就不爱 为什么你给他挑的 就表示说这些都是可以的吗 有钱的客户 然后他觉得 他对你的服务非常满意之后 他又介绍其他的 他的朋友 当然也是大企业 那他们再介绍朋友 也是企业 那他在客源这边的话 其实他也都挑得还不错 第一个你不会 像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一去就觉得 这个是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不是那种怪物星球来的人 然后呢 这个身份地位也都还不错 还可以 那有些人他说能做一些怪癖的 那带给这边的话 也比较不会有这些状况 芳芳面面打点好 带姐交际手腕高 久而久之做出口碑 对客人也很大方 他请吃饭他都没问题 请小姐吃饭也没有问题 还记得他吃饭都是吃 类似人家讲的龙虾鲍鱼 鱼刺很敢花 一次花个十万块他都不熟了 他们这个网络来讲 他必须是黑道白道 白道就是所谓就是说看来是正常的管道 包括要帮他们办手续出去 因为你通常如果说 很多女生这样一起出国 尤其你要到美加去 其实一定会被盘查 一定会被拦阻下来 申请的管道 一些流程上面 他也是关关的关节都能够顺利打通 所以我刚刚讲 你要能够做到这门生意 也就是说你在黑白两道的朋友 要够力也愿意照着你 关关难过却能关关过 县世代解集团网络庞大 人多就怕嘴杂 当然要做好保密房碟 先问问看 就说可能我们有一些海外的活动 你愿不愿意去 那利润还蛮好的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那是不是就不透过你的经纪人 他们针对这种新交易有分 这个他们统称叫通告 接通告 长通告就是属于过夜 短通告就是 交易完就可以走了 做音乐就是属于 去有可以唱歌的 这个私人招待所 然后吃饭就是饭局 小摩也好啦 一些艺人 他们可能觉得 那也蛮不错的 因为如果我出国一趟 就十万二十万 三十万 甚至于更高四五十万 甚至还有上百万的 出国一趟 五天八天再回来 而且又不用缴税 又不用给经纪人抽成 现在还有一些什么陪窑的 有没有陪窑 大概就是一些 有参加到股品之类的部分 戴姐在这行老资生 最重要的客户跟小姐 联系单一窗口 不假手他人 你的客户你当然要一手抓 你的小姐你当然要一手抓 你必须在你的 比如说我跟客户的对谈当中 那客户的真正的心情想法 他所需求的 你只有跟他直接对谈你才知道 而且甚至很多的客户 他也不希望是别人来跟我接触 因为我只认定你 其实戴姐她这边为什么做得好 第一个她保密房地做得很好 所以在事件爆发之前 其实业界除非你是业者 不然你不太知道这一号人物 第二个是他可以拉到这些艺人 真的是艺人 不是小模或是修格的那一种 你可以做到这两点的话 其实老板对你就会有信任 客户又介绍了新的客户 他当然要过滤 因为搞不好是间谍 搞不好是情质单位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要很小心 然而就算再怎么谨慎小心 坏事做多了 总有出事的一天 就有旗下小姐控诉被带解骗 没有经验的 就是新生入伍这样子 他完全不知道 他可能真的是很单纯的就相信 我只是出国五天 我只是就是从事伴游 那我又没有要干嘛 对 我也没有其他的 提供其他的服务 你也不可能勉强我 到达了目的地之后才开始 跟他讲说 哎呀 你如果陪这个客人 这个客人有看上你 如果你陪了这个客人 你可以得到更多 比如说客户今天餐桌上 要你喝酒 那你怎么这么不配合 那你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不敬业 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 我本来预设是我五天 可以赚十万块 可是住的酒店很贵 一个晚上可能一万多 机票也很贵 主席人他只要跟你讲说 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 这些我要扣 那突然你瞬间 你可能负债就七八万 但是他是看准的 就是说你人生地不熟 然后你语言不通 可能就是更甚 可能就是说你的证件 还在我身上 你想去哪里 然后你没有钱 他不但会用一些经济的压力 他也有一些情绪压力会转嫁给你 祖贤他的情绪其实蛮 蛮歇似底里的 所以他很容易对你咆哮大小声 其中一名小姐跟代姐闹翻了 写信到AIT陈琴 让事情曝了光 他们就是这些人 全部都是被美方 这边就是禁管 拒绝入境的 那因为他们工作上的关系 需要的时候都要去美国 那因此没办法去 那也遥遥无期 他也不晓得说 那到底这样的事情 会被限制多久 所以他才写进去 然后也有转给我们 当初给AIT的一封检举信函 开启办案契机 而案件宛如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他还有共犯 还有那种同业的一些 互相小姐会资源之类的 中一支原本是代姐的小姐 后来自己跳出来做的 中一支都叫英文名字叫Sindy 然后她的助理叫Joanne 然后我们就听到Joanne 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没有什么感觉 那后来我就说 我就跟同事讲说 那你看一下Joanne的身份是什么 把头发绑包包 亲切拿着水 分发给路过民众 这位总是带着笑容的正妹 就是29岁的刘乔安 太阳花学运里 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同事在那边开玩笑说 Joanne 台湾之前那个刘乔安 是不是Joanne 就是乔安 Joanne在那边开玩笑在那边讲 专案小组根据资料查出 中一支跟Joanne同驻大指名水路 前往勘查 同事拍下这张照片后 马上跟薛博文回报 薛舍 真的是刘乔安耶 我说真的才假的 我说可能啊 薛舍有照片啊 我给你看 真的是他 我才说 我赶快跟 有跟检察官报告这个状况 带姐 钟一支 刘乔安都遭到监听 经过半年勤搜 被害人也录去盗案 时机成熟 专案小组决定收网 同步居提 三名主席 在执行的前一个礼拜还讲 这个礼拜如果他没出去 我们就还要动手 然后有听到说 他好像是28号还是29号月底 又要再出去了 我们才说不行了 那就要动了 因为他每个月每个月都在出国 太平白了 必须要受网百人了 但是等到亲眼看到 这位传说中的戴姐 专案小组却迟疑了 难道是情报错误了吗 因为这个目标 和想象中的那个戴姐 落差实在太大了 先前警方根据被害人的描述说 这位戴姐她长袖善武 交际手腕相当的高明 人际网路可以说是黑白通吃 她游走在政商界的上流社会 结交的朋友非富即贵 这样的一个戴姐 想象中应该就是一名精明干练 全身上下挂了名牌的贵妇吧 结果没想到 在具体的那一天 出现在眼前的那个戴姐 却是一名穿着朴实的中年妇女 一点都不起眼 专案小组甚至一度怀疑 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外套盖住头不敢露出容貌 一身宽松运动服冲出地检署 跨国应召集团主席戴姐 戴君仪遭约谈 揭开神秘面纱 她出门开好车 吃好料 然后生活富裕 然后穿金带 就是都是名牌 全身应该都是名牌的 我们认定她其实是一个心狠手辣 感觉上应该是一个蛮强悍的人 对 很干练的人 我们在执行的那一天 把她带来的发现 哇塞 怎么好像一个五十几岁 五六十岁的那个老妇人 欧巴萨怎么落差这么大 很意外是 当我们真的认出她的时候 她其实是一个一般中年妇女 而且是比较不修边斧的那种 买菜你可能也不会注意到她 妄计也不一定会做掉她的人 这个欧巴萨 怎么可能会做到那些事情 她怎么可能会认识 一些世界各地 这么富有的那些富商 她的政商关系怎么会这么好 专案小组回想 跟肩执行搜索当天 车上女子容貌打扮 实在跟认定的代姐形象差很大 一时间无法确认 到底是不是她本人 因为我是开车的 她转了又转一个小巷 通常在小巷里面 我们是不会直接尾随 你一下跟进去 她可能就会有印象 我让她开一阵子之后 我在等 一转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是加速的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离开她几秒了 我加速的时候我发现不对 这个巷子没有很长 我已经看不到她 她不见 我立刻倒车 倒车之后 确实在一个小巷箱里面 看到她的车牌 对 我想说OK 没有跟丢 因为真的是 那只有零点几秒的决策时间 你要去做一个决定 经过一再确认 就是她没错 专案小组跟车进入车道 展开 具体搜索 她拿了很多药 跟你说她有很多病 然后她还出示了 她捐款给弱势儿童的一些 弱势家庭 以及就是儿福团体的一些 捐款收据 一直跟你说 其实她日子很苦 她很辛苦 身体病痛很多 或许再装可怜 也可能是要转移注意力 但一本名牌笔记本 引起办案人员注意 就是一个logo 是LV的logo 所以我们都叫它LV笔记本 那一本的笔记本 大概就是 我们这个六法的 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笔记本 我们一看那个页码 从这个页码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从年代久远的那个页面 泛黄啊 对 真的 而且很明显 到很新的这个页面都有 然后它那个页码 那个页面是可以 火叶子 火叶子可以加的 所以说它 从这个很久以前到 那时候有问 它那一本是从大概 应该是从它刚出道 应该92年91年 民国92年91年那时候 开始累积起来的 蛮厚的一本 翻开带解厚厚一大本 名牌笔记本 宛如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郑商 道 名流 这些都有 这些政治人物 有些都是台面上的 那大概就是联络电话之类的 商也有一些金融界 非常都是集团型的 那种非常顶端的 高层 对 非常顶端的 中部的一些非常知名的 而且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些人物 道上大亨 都三国新闻也有 如果我今天有 业务上应酬的需求的话 我帮我的客户 或是帮我的一些协力厂商 安排 这也可以做得很完美 你要应酬客户 或是你有一些事情 要拜托特殊的人的话 这个钱就是成本 就是公关的费用 那这个钱就花得下去 那代姐这一块就做得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的政商名流要找她 因为她嘴巴也够紧 外传的花名册 专小组无法证实 不过证实了代姐的笔记本内 记载许多名单与神秘数字 演艺界的也有 女性名模 一些 有些也是联络电话 那有些是还有记录 一些日期 然后有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代表什么 不知道 我看到有一个比较压抑的是 写一个250的 它是很红的一个歌星 歌唱得非常好听 而且天后级 天后级的 天后级的 夜色的飞飞盘的吗 你的代价是多少钱呢 女模也有 还有一些线上电玩代言 终于节目常常出现的 也有 偶像剧女星 也有 周刊这个写出来就是说 当时大家一看啊 当然大家那时候有把这个 所谓LS跟CY这几个有列在 就是有去对号啦 就是猜测了很多个人 尤其这个所谓两百万起跳的这个 猜测了很多人 然后甚至于有连接到那些人的名字 那有好几个就是当时就立刻跳出来说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这样 有时候碰到大日子 有时候碰到旺季的时候 要跟别家调小姐 所以她的花名册里面 也有别家的小姐在里面 所以这个花名册一抖出来的时候 当然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很可能就是连带很多家的 通通会同时曝光这样 所以都非常非常紧张 花名册消息曝光 演艺圈震惊 女星人心惶惶 我如果这本花名册端出来 我可能有五十个 八十个 是一百个 甚至我有两百个 我的艺术师在里面 那我当然各种都有 我有十八岁 二十岁 二十五岁 我有名模 绣模 什么模 各种都有 我有明星 那当然客人刚看就是 也是眼花缭乱 那这当中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是 掺水的部分在里面 可以写什么某某某 就我从一线的这样给它列下来 对不对 都列了一堆 那当然就是都是要投客人所好 当客人点评就是说 那我就要现在最红的这个 某某人的时候 我当然会讲就是说 那我联络看看 那联络办公室会说 他这段期间你所要时间 他正好出国了 或说他正好去哪里拍戏了 那没有办法 就有理由堂塞的过去 那我再换另外一个谁谁 可能跟他那个style就非常像的 如果他的小姐够多的话 他一定可以打出一张牌 是对方所要的 那就过关了这样 女星们会这么害怕 是因为曾有应召集团为揽客 花名册加料 甚至有小姐云木混珠 就有一个人 弄得跟蔡淑珍非常非常像 那她就是在某人的花名册里面 然后她也做过很多次的 所谓企业名流的活动 假蔡淑珍就事业做太大了 然后外面传得越来越多 因为她出去可能也不避讳 就说她是蔡淑珍这样子 可能就是真的 乍看是蛮像的 后来就说有透过检调单位 真的是逮到这个假蔡淑珍 然后才还真蔡淑珍一个清白 这些都是这个祖贤戴君自己写的 而不是我们讲的 他自己做的一个笔记 不代表别人有做过这些事情 或是那些 外形很演艳 很性感很热情这样 他们常常会被人家列入名 甚至于他们平常也常接到电话 询问电话 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 是不是他早就把我列入 这个花名册里面 就是我都没有答应去 所以很多人也会很紧张 认为说那万一到时候 被莫名其妙卷进去 事件延烧 更惊爆出 名模林志玲曾被代解涉局 幸好一名人在美国的竹联邦老大 绰号顺歌的出面结尾 报导声称林志玲2005年到美国拉斯维加斯作秀 当时跨国蔓延首脑戴君仪 透过美国黑帮社局 要林志玲全陪大陆富商吃饭 从事亲密行为 林志玲以为他去表演的状况 不管是宽洁或是凯沃的老板也都过去了 所以这件事其实是一个设计的 所以林志玲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 那他有讲那时候是吃饭 那没想到就是好像是南克 有看上了 说要把他包 那但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后来了解应该是他设局的没错 侧面了解好像有被教训 专小组还查出 戴姐曾经找艺人到美国接待富豪 殊不知早被列成黑名单 里面有演艺界的就是 曾经有去 应该是都在做通告的 然后去第一次去就被禁管 就被拒绝入境 如果你是在一个国家被查获了 情之分享出去之后 其他国家一定就会觉得 你来这边有很高的可能性 你会从事相同的犯罪 国外查得言也正因为这样 当初AIT提供的可疑名单 成为重要关键 警方寻见来到了信义区的 高级出租套房大楼 找到了这一名A小姐 她长相非常的亮眼 打扮也很时髦 平常是一位外商公司的女秘书 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 她非常的讶异 在国外的事情怎么会曝了光 然而事实就是只抛不住火 她以为只是要去 就单纯这样跟客人伴游而已 没想到还要陪睡那些 到那边才知道 她就说她被逼了 她没有跟我讲清楚 那逼着让我要去接课 就是因为这样子 第一个中了 那第二个又 同学一起同行去的 也是 更劲爆的是 第二个女生找来的时候 原来跟这个祖贤 这个信代的 还有殷勤关系 专案小组陆续约谈相关人道案 包括涉嫌重大的刘巧安跟钟云兹 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 我发现一直不说话 不代表正义 就是会选 就是会支持你 镜头前刘巧安声称委屈 还呛要媒体自重 保留法律追溯权 我就认识我的室友这样子 有时候电话就是会互相共用 对 就是她都没电了 用我都没电用她 就是这样 但刘巧安没说的真相 专案小组检察官 法官查得一清二楚 她原本的工作 大概就是帮钟离之去接洽 她们要服务的一些客人 然后帮她帮钟离之带小姐 去给客人看 挑选 那再来就是陪挑选的客人 可能就是吃吃饭 类似像妈妈桑的杏子一样 根据判决书认定 钟离之刘巧安合作 除了安排国外富商极乐台湾行 还仲介小姐到澳门新加坡等地 伴游性交易 新加坡有个富商 她自己本身有私人飞机 那常来台北这边的时候会找 那也有安排 就是在那种私人招待所去 给她挑 后来专小组再追查出 刘巧安曾经两次飞往日本东京 接客拿到八万酬劳 不但是当助理 她自己有挑下去接 那这个东西后来我们有呈现 到院方这边也有获得证实 约谈多名小摩和艺人 比对公辞金流勾机比对后 判决书指出 待解2010年到2015年 仲介至少21次跨过一招 主席你开一个价码十万的时候 其实这个男客人可能给你20万 15万 可能一般来讲都是至少都一半以上 都是都要乘以2以上 那所以你拿到了可能一半 甚至一半都不到 一个月的月获利 一定都几百万了 几千万应该有 大概是扣扣成这样 在你面前的其实是一个 感觉没有依靠的一个部女 他也有些身体疾病啊 有一些家庭的问题什么的 他都跟你讲 他好像很若是很可怜 可是其他询问是出来的资讯 又是这个人很可恶 戴军仪 中仪自刘乔安 分别被法院判刑 台美双方合作逮到三巨头 揭开跨国应召集团 黑幕重重 成功瓦解了这个跨国卖预集团之后 美国在台协会还特地由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傅德恩 亲自到台北市大安分局 颁发感谢奖牌 对于台湾警方的办案能力 也表示非常敬佩 当然这个案子最后能够顺利地侦破 调查局居中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其中我们来看这位国际事务处的调查官 蔡佩文 她在工作上面表现非常出色 在2019年她还代表台湾 前往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受训 同时间她亮眼的外表 也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封她是台湾最美的调查官 眼神锐利 子弹发发打在满分区 枪法神准的她 工作表现也很亮眼 蔡佩文拥有台大政治系学历 毕业后考进调查局 担任调查官九年多 历经云林县调站跟台北市调处历 专业能力备受肯定 The meeting will be Yes next Wednesday 外语能力强2015年 参与跨国应召集团侦办 2016年协助破货 跨国骇客洗钱集团 去仿造你的email 对 长得非常非常像 甚至你的公司网址 长得非常非常像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对很多人来讲 你可能不那么容易去察觉 这是一个冒名的一个网站 冒名的一个邮件 汇款过去 但是会错人了 然后钱立刻被转掉了 她用这种方式在整个欧洲 甚至整个全球造成了 几十亿的损失 所以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知道 已经在欧洲 已经五年的侦查了 屡屡侦破大案 蔡佩文还有一个 自我挑战的目标 就是到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家学院受训 给已经在职的执法人员 所以我们都不是新生 我们都是各个机关当中 中高阶的 它其实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资格限制 美国联邦调查局 跟台湾调查局 其实很像 就是我们人都不多 对 人都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扩大自己的资源 我们就需要合作 准备 GO 调查局专业训练 注重体能提升与防身 蔡佩文伸手矫健 记者自告奋勇 持把试试 他的力道 有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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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多想 你现在是怎样 用了几分的力气 其实我有点点 只有时间准备 是喔 你说困难应该是连续的 如果连续攻击的话 你可能就好 所以你刚刚是用了 十分来说是全满的话 你用了几分的力 我会说大家有几分 天哪 还有你手上的东西吗 对 回想十周受训 体能是大考验 最恐怖的是最后一周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森林训练场 进行长达十公里 布满障碍的黄砖道挑战 我们总共会有很多的游览车校车 然后帮我们从国家学院载到 这样的一个森林的一个障碍赛的场所 然后下车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就是往前 跟着只是往前跑 那可能像这样子会有一个一面木墙的部分 这是一个障碍 那你要想办法去翻越它 男生的话可能身高够 然后可能加速度一下就上去了 那如果身体身情比较娇小的人的话 可能就是靠团队的互相合作 一层到快到一层楼半 对 其实蛮高的 对女生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是有些按于体型 我们是需要很多辅佐 所以男生会自动搭桥给你 来来来就是他在那边 准备好 你可以用他的 用他的一些助力上去 可是上去你还要下来 对 下来就没有人帮你 我身高是168.8公分 这些人在那我身边 会高我一大颗头 对 所以你们像看这些障碍 你觉得还好啦 还好啦 但是实际上 他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 他又其实是高的 就是网状的那种 棋盘格的网状 要你一格一格踩上去 大概也踩了两层楼高 然后再一个一个踩下 可是他非常陡 进步与垂直上下 可是很有趣是 这个也是我当场才发现的 就是我开始Puzzle 我发现隔壁也有人一起的时候 他一踩下去 我网子就扯来扯去 对 所以其实好像有时候 也是互相害来害去 对 尤其是他们的盾位比较大 所以这样扯来扯去 其实不小心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有意外 对 就很多人真的是跌下来 就是断手断脚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麻绳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垂直上下 有时候是往上 有时候是往下 那我们的工具 就只有一条这样这么粗的麻绳 所以你就要自己 往上想办法用自己 看着有没有什么助力 能够踩哪边 那个石头部分都还是会移动的 所以你其实这个部分 自己就是尖刀柴招这样 那还有很多就是 它是一个悬崖 大概两层 两三层楼膏悬崖 然后全部就是都是石块 石块也不能保证奶块不会松动 给你一条绳子自己抓 但是如果你在不小心 手松了也好 踩滑了也好 那个就是一定会有意外 上山之外还要下水 全身尽失在黄澄澄的泥水中闯关 上面架了很多木棍 对 然后下面是水滩 你要怎么过 你不是爬木棍过 你当然是走水滩 对 这样子全身泥令 诺大的森林范围广大 受训学员被视为海军陆战队员一般训练 障碍 关卡 没有预演 没有排练 只能当场想办法 过去当中曾经发生过就是 单独行动的 单独行动因为它是在森林里 所以它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路 你就看到很多草 你突然不知道你要往左走往右走 然后因为这样迷路 或者是体力不支 那曾经真的是有两起 参加这个测验 然后你就是过世 对 发生意外 1 很好 3 2 很好 上来 好 最后一下 躺一下 过 完成了 就像我刚刚一直跟你讲 很棒 很好 再来一次 一半了 对 最后两下 最后一点点 快到了 这些都是我们在训练当中 不论在台湾也好 在美国更是 就是你每次总是一样运动 大家都会一直给你鼓励 对 然后结束的时候 就会high five 前面上来在最后一关 真的就是一个长上坡 那它在前面的所有的关卡 把你体力耗尽之后 它最后一个长上坡的时候 那个上坡其实真的是 真的 它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上坡 你就跑 当然有很多石头 石头路 对 只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觉得前面已经 爬上爬下 跳上跳下 到最后面的时候 竟然有个上坡 对 所以那时候 那一关我也是觉得 到话就是好累 然后说 再一次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就会跟你下来 当你完成之后 high five good job let's go 对 就是会有一段 一直一直这样的鼓励声 这面墙就是我们调查局 派去FBI受训的一个英雄榜 最新的一位 今年最新 刚出炉的 这是全世界非常非常 最知名的一个执法机关 那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所以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的话大概 这次录取 其实是我第三次 争取这个机会 蔡佩问这一次参加的276期 受训学员来自世界各国 中高阶执法人员 他是台湾的唯一代表 不一定每年都有 所以这机会非常难得 那台湾的话 是只有一位代表 所以一个国家 不会有两位代表的情况 所以大概我们的话 就是调查局也会派人 那警政署那边 他们也是很全力的在争取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两个单位 其实就是 如果警政署去的话 调查局这边就 没有名额了 完成那个测验之后 就是每个人 会拿到一个这样的砖 这个砖是真的很重 是真的砖 那上面就会写了 Yellow Brick Road 然后FBI National Academy 就是我们国家学院 我去受的这个训 最后这个数字 代表的是旗别 所以每一个旗拿到的砖 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当时就象征意义 大家很多人 都会拿回家做纪念 这也是个荣誉 你能够参加这个训练的话 其实你也是通过了 一样严苛的挑战 跟自我挑战 对 所以这个砖头的话 大家其实都觉得 是别有意义的一块砖 蔡北文 她是台大政治系毕业 还拿到了台大气管硕士的学位 顶着高学历的官环 还有一张搅好的面孔 当然很多人都很好奇地 问过她这个问题 你怎么会想来当一个调查官呢 这是我们的小队 我是右边数来 一 二 三 第三位这位 对 到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家学院受训 机会难得 这一期256位学员中 有超过一成27名是女性 在专业领域 女性越来越被重视 我是会有自己想法的 对 所以我其实到 怎么讲 我到 反而到FBI受训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也很鼓励这样的特质 就叫做独立思考 那我们这边就叫做反鼓 对 不同的用词 对 他们那边就觉得 你每个人本来就有不同意见 他不会觉得这叫做异类 对 他觉得你有你这个意见很好 你那个不同意见也很好 反而他们是就是 这样子鼓励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这样的文化 说起传统观念框架 他长得漂亮 拥有台大高学历 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会选择辛苦的调查局工作 爸妈那时候说 如果你对戏剧有兴趣 你对什么兴趣 你去念 去走念戏剧 他们也都没关系 完全没有框架 对 你这么漂亮 是不是有被挖掘过要当妈本 真的没有 我真的当妈本 真的 这个产业对我来讲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我是 那有被邀约过吗 没有 就是你们的 没有 对 其实我一直是 算反鼓吧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 主流的意识意见 你一定要念医学系 念法律系 不好意思 不是特别点名 但是就是 如果说大家心目中 好像有一个 某一个第一支援 这个就是好的 我就会觉得 我就不要 所以当初 你的分数是可以填到的 应该也没有 也不能这样夸大 对 那只是说就是 我没有把那个 设为我的目标 对 那就很自然而然的 这样发展 就是政治系念完 当然政治系 大家就会想说 那你要做什么 然后 是不是重振 对 开始会有这样的 像声音的时候 对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没有因为美貌 踏进演艺圈 也没踏上政治路 他喜欢接受挑战 进调查局办案 让他很有成就感 身为调查官 上班时他大多正式套装 形象专业 看似严肃 还有点酷酷的 其实偶尔也有 童心未鸣的时候 小小兵也是我出国买的 就是他跟Avengers结合 然后大支的话 其实他们有一个团队 那全部摆出来 阵仗很大 他其实很实用耶 你看他打开 他是个USB 之前刚买一整套的时候 我还会点名 对 真的吗 因为想说 因为大家都蛮喜欢 所以我想说会不会 就是隔天来说 对 少一支 会点名就是 没有 就会稍微看一下 今天大家是不是都到了 这样 到女星 逛街 看电影啊 对 就是 其实跟一般人一样 对对对 没错 你该不会有 好多TG的东西吧 我没有特别喜欢她 参加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家学院特训 为方便整理 剪了短髮 帅气俐落 其实之前 蔡佩文一头长髮飘逸 接待外宾 或者参加正式场合 洋装搭配高跟鞋 展现女人味 能闻 能舞 动静皆宜 女调查官 展现专业 捋破大案 成为办案焦点 大家除了好奇 蔡佩文 为什么想要当一个 调查官之外 当然有个问题 肯定要问问她 这么漂亮的调查官 有人敢追求吗 出手快很准力到十足 蔡佩文拳脚功夫了得 平常的私底下 兴趣啊 也都是这么动态 这么精实的吗 没有啦 没有帮她打的 那平常的兴趣是在做什么 其实我会去健身忙运动 身为调查官 办案时跟肩埋伏高风险 防身保护自己 是最基本的 不过要顺利能追捕到歹徒 伸手要俐落 强法得准 眼神锐利 表情严肃 家人跟朋友 没什么机会 能看见蔡佩文打法时的 酷帅模样 直到她赴美客训 成了新闻的报导对象 才让她神秘的工作内容 曝了光 像之前的新闻一出来 她们就是蛮惊讶的 但是不难想象 因为我平常也是 蛮干脆的 比较率性一点这样 对 所以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敢 不会 这样也 没有男生不敢 没关系 我不用担心 一点都不担心 没人追 因为蔡佩文气质出众 工作能力又强 对于美女调查官的感情世界 网友们充满好奇 因为本身体长得又漂亮 又专业 掉了十字花这样 那会不会有很多就是 很多人想要跟你认识啊 那这样的观众 会不会有机会这样子 我其实就蛮喜欢交朋友 而且我私底下 其实没有那么颜色 所以欢迎大家交朋友 对 但是如果在路上认到我 如果我会否认 那不是我 那就是有观众会好奇啊 是不是已经有对象 那看他有没有机会 有这个部分 是有对象 对 那我想就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交朋友 如同调查官 工作神秘 蔡佩文的男友是谁 什么身份 她低调 保密到家 希望大家 还是专注在她的 工作表现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双飞翔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